大小朋友都愛的豬肉鬆 豬肉條等加工品 內銷台灣打出市場 不過現在傳出台灣豬 最快這兩天 有望能從口蹄翼疫區除名 生鮮豬肉下半年 有望恢復出口 原則上這禮拜會有一個訊息 就是我們在各國 就是超過一半以上的國家 都確認 確認就是我們口蹄翼就清楚掉 青鮮肉品切割分裝 光是這個加工廠 一天就可產出三十頓豬肉 業者也看好台灣豬肉外銷市場 目前可能目標 傾向新加坡 以及香港跟澳門這些國家 回顧當時一九九七年 台灣爆發口蹄翼 經過二三年的防疫 二零一八年展開拔針計畫 到二零一九年沒有爆發案例 才申請成為 不打口蹄翼疫苗的非疫區 農委會表示 台灣第一個出口國 將是新加坡 成為口蹄翼不打疫苗的非疫區後 能省下一年三億元的 疫苗費用與人力支出 台灣豬也能外銷國際市場 大大提升豬農商機 也是亞洲為二 不打疫苗的非疫區 三日新聞 黃金的光神域 台北老 如新加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